那我们再来看看 今天的这个舆情榜单 确实内容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我们看到排到 第一的是中俄发表联合声明 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因为这个新闻呢 我们看到也是引发了 很强烈的这个关注度 因为中俄签署了 三十多项合作文件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领域 当然像能源啊 这些领域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最重要的是两国元首 还共同签署了三项联合声明 表示中俄不想结盟 但是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 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所以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排在榜单第一位 今天几位嘉宾的这个电脑 也可以看看 在这个网络互动平台上 有没有网友关注到这个问题 我这儿有一些推特大屏上 咱们一块来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就提到了 某些国家的军事行动 威胁到了国际安全 又在欧洲部署宙斯顿 又在东北亚部署萨德 那么中俄两国都强烈反对 针对个别国家 中俄下面会采取 什么样的联合行动来应对 那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一点的话 从这一次中俄两国 元首表态来看的话 是希望维持二战后的战后秩序 现在确实在国际上 有一些国家 希望改变二战之后的战后秩序 这是中俄两国所不能答应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确实中俄两国 现在在做一些 相互之间的协作的关系 包括在军事领域 我们就谈这方面 首先在军纪上 我们在进行大量的合作 一方面我们进行武器装备的这种引进 另外还有联合研制某些武器装备 这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另外就是在军队上的合作 你看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敏感的 就是中俄现在可以在反倒领域 现在开展军事合作 这确实以前是所做不到的 说明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 已经从之前的这种层次不高 现在向高层次来走 这实际上恰恰是应对某些极端势力 不断地来挑衅中俄 在地区的一些底线 当然了中俄在反恐问题上 我们现在已经提出来 一定要加大合作 要摒弃双重标准 可是恰恰有些国家 不断地在反恐问题上 秉持的是双重标准 这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一个点 中俄两国作为过际社会的正能量 我们只要发挥 相互之间协作的关系 相信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 嗯